哈嘍,大家好 我是進行中學的呂正琪老師 我是中央大學數學系的余維萱老師 阿姬啊,距離上一次我們一起聊數學也有好一段時間了 對啊 那你最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什麼有趣的問題呢? 咦,講到這個,我手上還真有一個有趣的問題耶 大多數人第一次看到真的會搞錯答案 要不要試試看啊 好喔,來吧來吧 問題是這樣的 在一個袋中呢,放入了九枚硬幣 其中有兩枚硬幣,兩面都是正面 那有四枚硬幣呢,兩面都是反面 那最後的三枚呢,它是正常的硬幣,一正一反 好,那今天的問題是這樣的 如果我從袋子當中隨便取一個硬幣放在手心 那打開手掌後發現人頭朝上 那麼另外一面也是人頭的機率 它應該會是多少呢? 好,我來想看看齁 因為你已經看到一面是人頭了嘛 所以這個 兩面都是反面這四個硬幣就不可能啊 對不對?好,那我們就只剩下三個一正一反 還有兩個都是人頭的 總共五個硬幣嘛 那一面是人頭,另外一面也要是人頭 只有這兩個嘛 所以答案應該是五分之二 喔,那真的會是五分之二嗎? 也就是百分之四十喔 我覺得應該是啊對不對? 你覺得應該是這樣是不是? 五分之二啊,你看這邊兩個雙正面 這個三個一正一反 天然很合理啦齁 好,那麼在公佈答案之前呢 就讓我來介紹一下機率的簡史跟定義了齁 那這對我們解答過程呢是有幫助的 好 首先在17世紀的時候啊 法國數學家巴斯卡和法官兼業餘數學家的費馬 最先提出了機率論的概念喔 喔,這個費馬就是那個費馬 最後大地你的費馬嗎? 嗯,沒錯 當時呢 法國的貴族莫勒呢 他就請教了巴斯卡 一個關於宮廷貴族們的賭局問題 這個問題是兩枚骰子要丟多少次 才能讓出現兩個六點的機會 不小於百分之五十呢? 那於是巴斯卡和費馬 就開始了蘇信網來討論中間的玄機 促成了機率論的發展 嗯,所以到底是要指多少次 才會出現兩個六點的機會 不小於百分之五十啊? 我聽說好像是二十四還二十五啦 那我自己沒有算過 好,這個細節我們給觀眾自己思考喔 好,OK 好,所以在接下來的一百年啊 就有不少的數學家 那他相繼研究機率論的各種問題 喔,來來 好,其中呢 伯努力證明了弱大數法則 喔,弱大數法則 這個厲害了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做實驗啊 很多次很多次之後 事件發生的頻率 就會越來越接近真實的機率 可以這麼說 沒有錯 好,所以啊 那我就可以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好 打開手掌之後啊 發現人頭朝上 而且另一面也是人頭的機率 究竟是不是百分之四十呢?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那就讓我們來實驗看看吧 好 好 那我們就寫了一個python程式 那邊感謝那個程式小編 好,那我們可以從這個程式當中 我們可以連續對他做一百萬次的實驗 好多次喔 我們就做多一點啊 那看看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會再打開為正面的情形下 那另外一面也是正面 好喔 好喔 那這個程式可以記錄在實驗過程中 所計算的機率數據 好,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在訊息欄當中 去copy這個程式嘛 好 我們要將紅色助記的地方去修正次數 就能夠得到一連串的結果囉 嗯 好 那麼 結果到底是怎樣 好,我們來看看結果是什麼齁 結果是 欸 百分之 五十 七耶 為什麼是百分之五十七不是五分之二 好 為什麼不是五分之二 好,我們來看看喔 他說要在打開手掌心發現是正面的次數 這個情形下 另外一面也是正面的次數齁 好 那麼這個五十七呢 是怎麼來的呢 嗯 就是啊 在全部 我們發現呢 在一百萬次當中 嗯 有三十八 有三十八萬多次 對 那它會是打開當中 它會是正面 嗯 那麼在這個情況當中呢 另一面也是正面的情形 嗯 有二十二萬 有二十二萬多 嗯 那我就把這個二十二萬拿去除以三十八萬多 嗯 欸,我得到的結果就是五十七 哦 這個厲害喔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七點零七啦 嗯 好 欸,所以不是百分之四十耶 哇 怎麼可能 好啦,其實你只要知道答案了啦 那我們就來說明一下原因吧 那不過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再提到另外一個人物囉 好 在十八世紀呢 數學家Laplace 集合了前人的研究 提出了古典機率的定義喔 哦,好 這個交給我 好啊 那個Laplace說 稱一個試驗的所有的可能性 叫做樣本空間 嗯 我們用S來表示 嗯 那麼樣本空間中的子集合 我們都稱為一個事件 嗯 那麼事件A所發生的機率 我們就定義成說A的元素個數 去除以S的元素個數 哦,good 所以當我們在問機率的時候 就必須釐這個試驗的所有情形 以及事件個數囉 嗯,沒錯 好,而就在同一個時代 Laplace跟利美弗提出了中央極限定義 那說明了在適當條件下 其機率實驗的統計結果 會呈現一個中型曲線 嗯,舉例來說 按Laplace的機率定義呢 丟一個六面的骰子 出現一點的機率是六分之一 但是六分之一 並不代表每丟六次的骰子 就必定會出現一次的一點 但是呢,你可以做很多次的實驗 那每次實驗呢 都丟一百萬次的骰子 去記錄它出現一點的次數 劃成表格 而中央極限定義 就能描述這個實驗 會有的結果哦 嗯,會有什麼結果咧? 哦,在實驗次數過多之後啊 出現一點的次數佔比 大部分呢 就會在六分之一左右 哦,那不就是說明說 真實世界的實驗結果 和Laplace定義的機率 會相去不圓 沒錯 嗯,好 那實際上呢 在這場實驗當中啊 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在滿足某個條件下 發生的機率 嗯 比如說打開手掌後發現人頭上 另外一面也是人頭的機率多少 嗯,那其實呢 就是這樣嘛 我們把所有有可能出現 正面的機會給說出來嘛 就是你看到的第一個是正面哦 嗯,那因為總共有十八面嘛 對不對?嗯 十八面 那我們來看有幾個是人頭 嗯,七個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你第一次看到人頭的機率就是 十八分之七 嗯,那這就是我們的前提嘛 對 所以就是我們的樣本空間哦 對 十八分之七大概就是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對,沒錯 所以你看到這裡三十八萬 這裡一百萬 欸,你已經答對第一個部分了 啊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另外一面同時也要是人頭呢 嗯,所以總共有十八面嘛 對 那另外一面也是人頭 事實上就是只有這四個面會發生這種事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十八分之四 哦,十八分之四 那大概就是二十二%左右 嗯 所以就是二十二萬 一六零八除以一百萬 嗯,接近這個數字 嗯 好,那我們來回答我們最初問的那個問題呢 就是你要在十八分之七這個發生的前提之下 然後呢,有多少可能會發生十八分之四 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來相除 來,十八分之四 十分值 十八分之七 再分母 這個答案就是七分之四 哦 七分之四呢就是五十七點一%左右啦 欸 好,所以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啦 如果我已經知道打開之後會是人頭 代表這七面的其中一面 嗯 除非我是抽到這四面的情形 對 我才有可能讓另外一面打開之後也會是人頭 對 所以機率應該是七分之四 沒錯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所講的那個機率五分之二 它錯誤的地方應該是在 其實我們應該要用人頭 做為我們的樣本空間 而不是用我們的硬幣來當作樣本空間 嗯 沒錯,完全正確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樣本空間呢 是處理機率問題最重要的第一步 嗯 那接下來我介紹一個同樣很容易搞錯樣本空間的有趣的機率問題哦 嗯 這個問題也很經典 它叫做Monti Hall Monti Hall Problem 故事是這樣子的 在有個綜藝節目中 主持人會給來賓三道門 嗯 門的後面有羊或者汽車 那只有一個門的後面是汽車 其他兩扇門的後面是羊 嗯 如果你選中車的話 你就可以把車開回家 哦,這麼好 對 如果你選中 呃,羊的話呢 就明謝會顧酷酷這樣 我就可以把羊帶走 哈哈哈哈 對 好 那呢,通常呢 你選好一扇門之後 假設你選一號門 好,那這時候呢 主持人為了節目的刺激 他就會把某一扇門打開 假設把第三門打開了 嗯 然後你看到後面是羊哦 嗯 那這時候主持人就會問說 欸,你看到這個門是羊哦 你這時候要不要換門呢 欸,可是一道門已經被主持人打開了 只剩兩扇門 那後面要嘛車要嘛羊 感覺換根不算 中獎機率都是二分之一 根本沒差啊 欸,這就是有趣的地方啦 其實換門跟不換門 機率是不一樣的哦 欸 換門的機率會比不換門的中獎機率還高 哦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留給觀眾做實驗吧 哈哈 請你打開訊息欄的python code 跑幾次實驗 你就會看到答案哦 哦,好哦 那最後來總結一下這支影片的結論 17世紀巴斯卡和費瑪提出了機率論的概念 接著博努力證明了弱大數法則 說明隨著實驗次數增加 事件發生的頻率就有很高的機會 會越來越接近理想的數學機率 到了18世紀 Laplace他定義了樣本空間 事件個數以及古典機率 和利美佛證明了中央極限定理 說明了機率實驗的統計結果 會呈現一個中型曲線 而且曲線會集中在期望值的附近 所以當我們計算出一個機率問題的答案時 也可以透過實驗再次確認答案的正確性哦 嗯,沒錯 那麼關於影片中的相關資料 都會放在資訊欄跟留言區 也訊息的朋友在諮詢參與 好,那今天的課到這邊啦 拜拜 拜拜